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接近投票日 媒体就有一些民调出来了 这些民意调查 我不是讲一些建制派做的那些 讲到这个 林郑和胡想湊叮当码头的那些 那些就是假民调来的 做了一次做了兩次就不敢再做了 建制的報紙也不敢拿這件事來做文章 因為實在無論是他的調查方法 他那個取樣的方法 大家都懷疑的 懷疑他的真確性也都完全不敢 很透明地公開的 相反大家知道 港大這個中大和領大 都有他很成熟的民調隊伍 陸續續都跟不同媒體做民調 這個我相信是比較科學的 我想在選舉之前幾乎是最後一個民調 其實昨天已經公佈了 明報委託港大做的 這個民調就很清楚 就說曾俊華的支持度 遠遠拋離林鄭 曾俊華支持度去到近53 林鄭就是32 胡國興就是10 53對32 其實拉到21.8分比這麼厲害 其實這個我認為不是新聞來的 因為兩者的民調一定的差距 他由十幾個百分比 一路拉到21個百分比 大家都預料會是這樣的 原因就是 你看到 曾俊華在選舉論壇 那裏是大勝林鄭 連胡國興都大勝他 那個表現是出奇地理想 之外 曾俊華也感於面對群眾 那他會負責任 他會負責任 去不同的地方 去和市民 跟自己騙手 等等 也去探望一些老人家 那樣 在這個形象上 其實就是 會領先其他兩個候選人 那這個呢 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呢 就有一點 我認為 好值得拿出來說 就是當這個民調裡面的細節公佈之後 你可能會嚇到一條 是什麼呢 當然啦 如果你說是 用這個政治取態來講 那什麼人去支持哪個候選人呢 以下那些內容其實都不是很新鮮的 比如說超過七成半的人 是傾向民主派的 超過七成半的人是撐真俊華的 傾向建制派的 近八成的人是撐林鄭的 而呢 就 中間派呢 超過五成的人是撐真俊華的 沒有政治 傾向政治中立的 或不屬於任何派別的 自稱 撐林鄭的 就43.7 撐真俊華呢 就35.9 其他不知很難說的呢 撐真俊華的都是超過五成 這個其實我覺得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以下這些數字 和年齡劃分 甚至十八至十九歲的呢 撐真俊華的呢 就是59個百分寸 撐林鄭的只有17個百分寸 中年人了 四十到五十九歲的呢 撐真俊華的呢 52.6個百分寸 撐林鄭的35.8個百分寸 就是說呢 青、中、年人呢 都是撐真俊華的 是佔著大多數的 六十歲以上的呢 林鄭的領先 不過領先多少呢 支持林鄭的就是45.9個百分寸 支持曾俊華的44.7個百分寸 就是說呢 僅僅是多1.2個百分寸 如果從這個 統計誤差來講呢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這個就是講年齡組別 換句話來說 老中青的年齡組別呢 曾俊華呢 都是不出事 尤其是在中青那方面呢 更是大幅領先 教育程度又如何呢 大專以上的撐真俊華 佔大多數 六十三、六十四對十五 這個一點都不奇怪 向來的民調都是如指的 中學的呢 五十對三十六 中學怎麼 小學就奇怪了 小學原來呢 撐真俊華都稍稍領先林鄭的 45.9對44.3 1.6個百分點 換句話來講呢 就是在這個 統計五差呢 大家都叮噹馬頭 就是無論是大學 中學、小學 其實曾俊華 是不輸蝕的 連小學都稍稍贏過林鄭 大學、中學 不用計 那麼你看見這些數字呢 就是李嘉誠所講的 怎樣鋁窩補天啊 可以補救到 或者是修補到這個社會的撕裂啊 其實如果 從民意調查來講呢 曾俊華能夠修補的撕裂 是比林鄭是強很多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講的嚴格勢感 究竟這一次選舉 究竟是算什麼呢 我經常都說 一人一票嘛 就是 習近平那一票是決定性的 現在有個說法就是 習近平呢 到這個投票那天 他都不會表態的了 我一會兒才回來 分析 這個不表態的意義是什麼 好了 如果那個民意 是 那麼明顯 差距那麼大的話 曾俊華在最後這幾天 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做兩件事 可以做兩件事 這也是必然的 都是媽媽女人的說法 一件事就是 盡力去挖 建制派選委的票 盡力去挖 那現在民主三百家給他 那可能是三百多一點 那三百多一點 會在建制派那裏 有一些未 表態提名任何人的建制派 有多少會流到去這個 胡蘇貞那裏呢 有人計過 可能大概是 一百票那樣 那就是說 有四百票 換句話來講 在建制派要挖 那些票去曾俊華那裏 要贏呢 都要去到超過二百票 這個呢 幾乎是一個 不可能的任務來的 在今天這個情況下 因為習近平不表態 好了 那這件事難做 好 難做是不是不做呢 那都做了 民主他每天都打很多個電話 超過一百個電話 去遊說 但是呢 消息說呢 就似乎反應一般的理想 那另一件事呢 他是會做的了 這個幾乎肯定的 但是消息呢 就未準確這樣公佈的 就說呢 他在星期五 大概黃昏的時間 他會做一個 他不是叫做世會 叫做集氣會 不知道為什麼 會這麼低調 或者是這麼 用一些這麼尷尬的 怎麼集氣呢 集什麼氣呢 集人氣啊 集什麼氣呢 集氣會這樣 那麼究竟怎麼搞呢 這些消息很零碎 就說呢 如果不反對通知書 就已經拿了 集合的地點呢 就是這個愛丁堡廣場 這個好笑的地方是什麼呢 有人說 你在愛丁堡廣場 充滿了殖民地色彩的這個名字 喂 對這個形象不利 萬一被別人篤你背脊 就說你是否倦戀殖民地啊 我就想想 如果在中環一帶 每一個地方都幾乎有 這個殖民地色彩的黃河大到中 黃河大到東 黃河大到西 哪裡沒有殖民地色彩 德庫道呢 乾樂道呢 山頂啦 不如 盧鴨道呢 全部都是在港島這邊 都有殖民地色彩的 大家知道了 英國佬在那裡登陸 在那裡開發先的 當然是改這些名字 在哪裡做呢 維多利亞公園也有維多利亞 不如在天水圍吧 大家很流行說天水圍 新開發區 就一定沒有殖民地色彩了 這個完全是廢話 在這個愛丁堡廣場 等於有殖民地色彩 說的人都沒有腦 老老實實 好了 那他的文章呢 搞法呢 我不知道啊 這個就是聽回來的 就說呢 比較低調 就不想用一個 這個叫做 造勢大會 那個形式出現 不是搭台 在哪裡 怎麼搞啊 我講得明白 聽回來有沒有變 不知道 在開篷巴士上面 開篷巴士上面 就是當路過還是什麼呢 我就覺得 現在消息不準確 我就不想直接批評他 我就覺得這樣 反正 胡蘇貞 最後一次了 豁出去 應該搞一個 像樣一點的 真真正正的 有選舉 這個陣勢的 這個造勢提會 給香港市民 在那裡真的集到氣 最後結果如何 我覺得已經不重要了 集了氣 不用擔心 有人說你什麼協民意 去逼中央 這些全部都是廢話 選舉如果你有四樣東西 中央信任 是吧 這個愛國愛港 有這個管治能力 還有這個港人擁護 你要表達港人擁護 這一點 因為其他那些已經被人 拿了 就是什麼 什麼中央信任 那些被人拿了 那你要表達港人擁護 我認為 我認為 搞一個像樣的 有鎮識的 有鎮勢的 這個造勢大會 其實是必須的 好像你得利助手 這個羅永聰的說法 你做完這次選舉之後 應該香港市民會記住你 你也都在那裡 給香港市民有機會表達 他對香港前度的看法 不是對你的外帶那麼簡單 你在那裡也可以說 你對香港的遠景的看法 打一場漂亮的選戰 我相信 你定了一個時間地點之後 我認為 一定會萬人空巷 這個勢是造成的 所以千萬不要 施施縮縮 什麼低調處理 我認為 是不應該這樣做 是做 真真正正做一個造勢大會 我相信香港人一定會到場支持你 你放心